元棵 野禾花生 为亚当和夏娃 用砤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这幅图画当中 我们看到的 神是亚当夏娃的父母亲 的身份出现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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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遭了这两个 人 神把他们当作伴侣 作为他俩唯一的情人 照顾他们的生活 也照顾他们的 他们的一世主席 这里神是亚当夏娃的父母亲 的身份出现的 在身座的 这件事情当中 在人眼中看不到神的高大 看不到神的至高无少 也看不到神的神秘莫测 更看不到神的烈奴为严 只看到了神的卑微 神的自爱 神的自爱 看到了神对人的牵挂 对人的责任于呵护 神对待亚当向往的态度与方式 就如人的父母牵挂 就如人的父母牵挂 他们的儿女一样 是实实在在 看得见我的照 神并不为自居 高大的地位自居 而是亲自用皮子给人类 做一副床 这件事虽然简单 甚至人人为不值得一提 但是又让所有跟随神 曾经对身 充满了渺茫想象的人 看得见 解释到了神的真实 神的可爱 看到了神的心事 与他的卑微 解释到了神的真实 人的真实 他的卑微 Zither Harp